当我们进行一些运动啊 关节有在转折的时候啊 通常骨头和骨头之间 都是有软骨 可以来防止那个缓冲 让你比较不会一直摩擦 可是随着我们年纪见真 或者是活动量比较多 它可能那个就会有导致磨损 磨损或者是就退化了 对对对 然后就让我们后面的 那个缓冲的功能下降 所以这时候关节之间 很容易产生发炎的情况 那像是我们现在 字卡上面这个 常见的一些运动伤害 像是我们假设是一些 单侧运动 像是打雨球啊 打网球啊 高尔夫球啊 其实很容易就是导致 就是有一些肩关节 或肘关节的发炎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就是跟下半身 比较常见的一些运动 像是自行车啊 或跑步啊 或者甚至是足球 那就蛮容易造成 我们的髋关节 或者是膝关节 或者是怀关节 产生一些发炎 肿痛的情况 那还有就是现在 最夯的重训 就是看你练什么位置 然后假设练得过多 因为有些人就是平常的时候 都没上健身房 然后觉得那个钱很浪费 然后去了之后就 狂练的 把本捞回来是吗 对 然后结果练太多 就发炎了 这样子 这个部分要用 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呢 就其实啊 我们关节损伤呢 它有分 初期中期或者是晚期 那像一开始的时候 通常都是给一些 比较消炎止痛啊 或打一些葡萄糖胺这样子 让它缓和 那中期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打一些玻尿酸 或是现在比较热门的 PRP增生疗法 那其实像初期中期 中医的部分 也都有一些针灸的治疗 那其实我们是比较 推荐大家在初期中期的时候啊 就赶快去治疗它 而且其实PRP增生疗法 它是针对一些再生 就是让我们的 关节里面的这个卵组织 可以有机会再生 就是算是有一种修复的 修复的一个作用 重新恢复它的功能 那免得就是到晚期的时候 会进行到就是 必须要用人工关节自换 或是关节进清洗的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在中或是初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的保养 有问题 否则就可能会走到 这个是不知道说要 换那个宽关节 或者是膝关节 那个都是大手术 对而且如果是一代年纪大 你要修复这个时间就更 时间更长 就拉得更长 所以付出的代价就要比较多 所以我们预防剩余治疗